贝吉塔被艾斯的神火包围住 里面发出恐怖的爆炸声 艾斯轻敏一笑 以为贝吉塔必死无疑 突然他感觉不对劲 刚刚抬起的脚微微停止 直接火焰消散 里面的贝吉塔也漏了出来 此刻的他完好无损 艾斯惊诧 自己的神火居然被对方无视了 这怎么可能 艾斯呼吸发紧 立即再度抬手 卷起一道火焰大浪 直接朝贝吉塔拍打过去 火浪坠落直接炸开 火花朝四周见荡 贝吉塔站在火花中心 面不改色 他故意嘲讽艾斯 老头 你这点火焰 连给我挠痒痒都算不上 比起龙熊的神火 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贝吉塔抬手对着艾斯隔空一指 一股能量迅速朝着艾斯周深汇聚 艾斯急忙召唤出防护罩裹住身躯 随着一声巨响 凄浪将周围艾斯发出的火焰骤然吹灭 贝吉塔嘴角冷笑 肮脏的烟火 艾斯的身影逐渐从烟雾之中显现 他身上的衣服碎裂了不少 以他如今的实力 就算是龙熊和米斯联手也不能无伤拿下他了 这时艾斯对着宫中发出信号 贝吉塔见了不懈的哼道 现在才想起来搬救兵 太晚了吧 况且你那些酒囊饭袋的手下 来了也只能送死 有什么用呢 不一会儿又有两道人影出现在艾斯身边 出现的这两人让贝吉塔 久悠和悟空都惊讶不已 新出来的两人居然跟艾斯长得一模一样 加上刚刚那个艾斯 一共有三个艾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三人瞬间分散在贝吉塔的三个方位 悟空和久悠想要上前帮忙 贝吉塔立声阻止 卡卡罗特 久悠 这是我的战斗 不允许你们插手 贝吉塔环视他们一圈 不懈的开口 别浪费时间了 要动手就快点 其中一个艾斯算先动手 同一时间 其他两个艾斯也齐齐出手 无尽的能量 如雨顶般全部朝贝吉塔涌去 破坏之力狂轰烂炸 仿佛要将贝吉塔碾成碎片 贝吉塔迎着密集的火力 冲到一个艾斯身前 一拳轰了上去 艾斯以拳对拳 双拳相撞 澎湃的力量炸裂 贝吉塔不由的后退了半步 那个艾斯也后退了半步 贝吉塔站稳身躯 凝视着这个艾斯 眼睛不由的眯起 这三个艾斯虽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的实力 确实有强有弱 刚刚他交手的 就是其中实力最强的那个 其他两个如果非要区别 一个则是大力艾斯 力大无比 一个是之前的神火艾斯 趁着贝吉塔分神之际 四周的地面被直接兴起 将贝吉塔牢牢包裹起来 神火艾斯则召唤出神火 对着贝吉塔猛烈燃烧 最强艾斯立刻运转体内气息 将破坏智力凝聚到手掌之上 对着贝吉塔当弓斩去 紧可见能量爆发 白光闪烁 随着白光逐渐消散 直接贝吉塔一圈抵在 最强艾斯的手掌之上 随即 一圈能量波纹从他们拳掌之间迸发 贝吉塔整个人如炮弹般被弹飞出去 倒在碎石之中 起不来身 悟空直接看懵了 九游也脸色大变 贝吉塔可是他对付艾斯的底牌之一呀 没想到现在的情况 大大超出他的预料 贝吉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却是有些站不稳 好像一身的骨头也被打裂了 悟空和九游当即闪现到贝吉塔身旁 悟空对着他开口 放心吧贝吉塔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贝吉塔却直接越过他们 谁允许你们两个插手我的战斗了 这几个臭鱼烂虾 我还没放在眼里呢 你们快离开 否则我翻脸了 九游还要说什么 悟空拦下他 默默地带着他走了 他太了解贝吉塔了 或者说他们两个在面对战斗时都一样 除非被打到失去意识 否则不会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战斗 最强艾斯冰冷地盯着贝吉塔 你还真有骨气 那我就满足你 这次彻底灭了你 他低喝一声 眼神一灵 闪现到贝吉塔身前 手刀朝着贝吉塔搏镜挥去 想要把贝吉塔的脑袋斩下 最强艾斯想要斩掉贝吉塔的脑袋 就在这时 贝吉塔突然横闭而打 剧烈的碰撞再度响起 贝吉塔的身形又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最强艾斯吃惊 他没有想到贝吉塔还有抵抗之力 贝吉塔狼狈地从地上爬起 尽管身上受伤不清 可他的脸上看不到半点慌忙与恐怖 相反他的眼里还荡漾着自信 最强艾斯脸色不太自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立即让其他两人跟他一起出手 斩杀贝吉塔 但是这时 贝吉塔身上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息息 无数的火焰以他为中心 向着四周爆发 神火艾斯和大雷艾斯急急后退 抵挡贝吉塔的火焰 最强艾斯迎着火焰冲向贝吉塔 贝吉塔反手一拳砸来 力量再度对撞 这次贝吉塔没有后退 最强艾斯神社紧张 怎么贝吉塔的力量突然暴涨了许多 贝吉塔击退最强艾斯 轻轻摇了摇头 这就是十月大佬吗 真是让人失望呀 我以为你们会给我些乐子的 没想到我的视神觉 只是小小的施展了一下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大雷艾斯怒势了 你少得意了 马上你就会死在我们手里 贝吉塔转头看向大雷艾斯 看样子 我堂堂塞尔王子 是被人看不起了呢 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呀 贝吉塔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大雷艾斯面前 他掌中神火吹动 顿时覆盖大雷艾斯全身 大雷艾斯在神火的燃烧下 发出痛苦嚎叫 神火艾斯急忙赶来 想要为大雷艾斯灭火 贝吉塔身形一动 拦在神火艾斯面前 你以为我会给你救他的机会吗 说着他一拳轰向神火艾斯 神火艾斯祭出神火 想要抵御 可是贝吉塔这一拳力道之重 仅仅凭借拳风就轰散了他的神火 一拳直接从他胸口穿过 九游和悟空看着贝吉塔这雷霆手段 都镇静不已 悟空更是骄傲地对着九游开口 这就是贝吉塔尸神爵的可怕之处 他之前之所以承受他们的攻击 是在汲取他们的力量 现在他利用神火艾斯的神火 打败了大雷艾斯 用大雷艾斯的神力 打败了神火艾斯 当初我还想用困神弓 学习他的尸神爵呢 可惜贝吉塔这家伙太小气了 最前艾斯看到自己的两个兄弟 瞬息之间都被消灭 他发出低吼 眼神猙獰 朝着贝吉塔冲了过去 贝吉塔 从没有人能够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 今天 我将用上最强招式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最前艾斯低吼着 突然朝空一指 一道光束从空中落在贝吉塔身上 这道光束竟是在分解贝吉塔的气息 阻止贝吉塔积蓄力量 做完这些 最前艾斯一拳轰向贝吉塔 贝吉塔同样一拳迎击而去 这次相撞 贝吉塔站在原地纹丝未动 而最前艾斯已经被轰飞出去 最前艾斯跪在地上 身躯摇晃 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贝吉塔 怎么可能 因为贝吉塔已经被他的掩灭声光锁定 他已经无法发挥体内的力量了 贝吉塔默默地朝着最前艾斯走去 你对世神诀一无所自 另外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这个世神诀 就是你最痛恨的全王赋予我的 也就是说 凭你这份实力 就算让你逃出十渊 你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安息吧 说完 贝吉塔毫不留情地处决掉了他 久由此时倒心口凉气 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难道艾斯就这么没了 他本来以为集合自己和苏武功贝吉塔三人之力 也会是一场恶战的 如今怎么会结束的这么顺利 艾斯竟然会输得这么惨 久由在思考许久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迪鲁加没有出现 要知道迪鲁加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收十渊所有大佬的能量 贝吉塔连杀了三个艾斯 迪鲁加都没有出现 这说明 真正的艾斯一定还在暗中躲着 正在这时 天空中略过一道闪电 大地炸开 雷光四射 接着一个身影从那四射的雷光中走出 久由和悟空他们 都被一股无形的威士手覆盖 久由禁止开口 艾斯 你终于啃出来了 这次不会还是你的一道分身吧 艾斯平静地开口 迪鲁加感受到了我的气息 估计马上就会来了 我时间不多 只有三分钟 我是要告诉你们 与其彼此失杀 不如我们合作 一起合作离开石渊 讨伐全王 久由冷冽地盯着艾斯 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有点太晚了吗 艾斯沉默了一会儿 他接着开口 既然一定要打 那我奉陪 不过不是现在 一天之后我们就来决一死战吧 说完他不再犹豫 猛然转身准备撤离 贝基塔大喝一声 想走 你问过我了吗 贝基塔和悟空气息穿出 朝艾斯沙去 刹那间 灵力无比的气势朝着艾斯攻来 艾斯与贝基塔和悟空打得天翻地覆 地动山摇 可是艾斯的身法诡异 面对贝基塔和悟空的灵力攻势 却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可在贝基塔和悟空的纠缠下 艾斯也超不出身使用空间之力 九游刚要出手 艾斯再度发声 他表示 他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对着他发出三招 这三招可以集合现场任何人的力量 只要这三招能够伤到他 他愿意束手就擒 如果伤不到他 就得无条件的放他走 贝基塔和悟空面对如此挑战 当即同意下来 九游甚至没来得及阻止 贝基塔和悟空当即会 具规派气功和终极龙闪射向艾斯 艾斯淡淡一下 随后手掌朝天 天空之中 凭空落下一道神雷 神雷汇聚在他手掌上 随后 雷电倾泻而下 直接将二人掩没 大敌被炸得暴响不断 贝基塔和悟空面不经步 只觉得自己的身躯 仿佛要被深深压碎 九游见状 当即冲上前去 加入战斗 不一会 迪鲁加来到现场 此时的九游 贝基塔和悟空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虽然没有伤及性命 但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失落 而艾斯已经消失不见了 见到迪鲁加 贝基塔和悟空也没有说什么 九游主动上前 把之前的事情告诉给了他 他没有想到 艾斯的实力如此强大 即合他们三人之力 甚至连他的防御都没破开 迪鲁加听完沉默的许久 然后淡淡的开口 只怕刚刚那个 也不是艾斯的本体 贝基塔和悟空听到这话 若是愣在原地 那个艾斯展现出的力量 称之为逆天都不为过 这还不是他本体的力量 到底这个艾斯是什么怪物 迪鲁加看着他们 孙悟空 贝基塔 你们两个短短的时间内 战斗力竟能达到如此地步 可你们别忘了 艾斯跟你们一样是塞尔人 他体内流着跟你们一样的血 况且他的修炼天赋 完全不亚于你们 甚至在你们之上 这次迪鲁加会暗制宇宙调查 也查到了一些眉目 当初他交给艾斯的 夺取气韵天赋之术 的确只能吸取 一人的气韵和天赋 但是结合九游刚刚的话 迪鲁加有理由相信 艾斯的分身就是他最后 其中实力的关键 想到这 迪鲁加嘴角窝窝一笑 他看一下贝基塔和悟空 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那么迪鲁加的新想法 到底是什么 关注老辈 下期更精彩